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去看国民大会 我是王浅秋 台风好不容易终于离开了 那么接下来显然没有会影响到 我们国庆大典的可能性 不然我们长假已经放到要庆祝的 大陆的十字一长假一样 国庆晚会明天就要登场 看到大巨蛋上面如火如荼 正在做相关的准备或者是排演 其中大家都很关心谁 江会二姐 还要唱的时间点也曝光 大家知道大概什么时间会来唱 翁立友季小军 像翁立友季小军我看到还po了个文 本来在花莲差点回不来排演 飞机也没有路也断了 好险他现在已经赶得回来了 还有林玉群黄飞等等的 那今天韩国瑜再度的 跟蒋万安合体开启者会 他说这次大会主题是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充分要表达对于国家的深厚感情 包括尤其是古宁头战役 他认为当时是对于国家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这个历史不能忘记 要由古宁头战役的英雄领唱国歌 让中华民国站在阳光下 那大家关注咯 那赖总统也会抵达 也没法一起唱国歌呢 还有侨委会的委员长徐家清 他特别宣布 我们会有将近5000名侨胞 返国参加国庆 是8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当然了这次国庆大典在大巨蛋举行 也是场地的一大挑战 这也是从大巨蛋开始有到现在 第一次要从运动赛事的场地 变成一个演唱会表演的形式的场地 所以很挑战 更何况前阵子传出漏水 那台风刚刚过 哇 那风大雨大的 这个风雨 有没有可能再让这个底下漏水的情况发生 副市长也是在挂布警 他说已经想办法 尤其是药厂商全面来盘检之外 漏水的问题会全面改善 也相信明天 今天还有点明天细雨 明天会是个好天气 不过长麻烦人可能多了 不知道民进党的议员都要去现场找 说什么有漏水疏患 出现臂癌 手扶梯有尖锐的摩擦声 甚至什么都要有人要找查 这个tray上面就有民众 就特别去检查说 你看看哦 这个上面的机器手扶梯上面的这个字 居然是简体字 让他看得很燥 结果大家在跟他底下留言的时候 很多说很燥 很燥这个词其实也是对岸在用的 那你讲人家抗中国不好 中国大陆的 你自己用这个词啊 那语言可以选择中文繁体 是工作人员操作失误 还是从中国大陆引进的 这个手扶梯的系统呢 那现在目前大巨蛋方面 还没有回应了 不过这是远雄所管理的这个系统 好台南南部 待会我们来看看 风灾造成的各地的情况 兵哥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国庆大典 总算有点好消息 因为一直都是各种风灾 不好的涨电价等等的 那总算国家庆典 可以开心一点 我想这次 重头戏当然就是将会付出 付出大家都非常期待 所以这次票一下就抢光了 那当然翁立友这次出来 可以比较放心 因为鸡排妹妹在里头 所以他应该会比较放心一点 可以好好表演 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徐家庆很高兴说 你看这次回来五千名侨胞 这是有八年来最多的一次 为什么 中华民国回来了吗 对啊 总不会是因为大家比较喜欢 赖清德讨厌蔡英文吧 总不会是这个原因吧 很简单 因为今年是韩国瑜主办 把一些过去民进党最讨厌的 中华民国元素 带回来了 过去在这种双十国庆的时候 民进党什么元素都把他用上 就是不想用到 这个中华民国的元素 就让你看到那个国庆 整个就看起来就不伦不类 请问一下 你是一个热爱中华民国人 你是海外乔包 你看到一个 你们在搞什么东西 根本看都看不懂 请问一下 你会想花个机票钱 自己跑回来吗 因为当你会觉得说 我热爱中华民国 在台湾已经被人家唾弃的时候 我要回来干嘛 所以八年来 终于有更多的人愿意回来 因为他终于重新又看到 他喜欢的那个中华民国元素 当然我知道也有人不喜欢 可是就是有人喜欢 所以我觉得八年也够了 也要让这些人有点机会 看到他们喜欢的东西 至于说大巨蛋这个问题 老实讲真的是问题重生 搞了这个东西 都已经比赛了这么多 知道现在还会漏水 还有数换 我真的觉得 感觉这样好像在什么 落后的地方一样 这个真的是要赶快去解决 然后厂商本身也要协助 我是觉得远雄这个厂商 好像皮皮 好像就是踹他两脚 他再动一步这样子 毕竟这个约早就签了 那么久了 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政府 真的是要加强监督 因为你说过去大巨蛋延宕 可能有人怪在扣文者头上 但是讲话 你现在也执政这么久了 这一切就是你的事情 老实讲你责无旁贷 所以我觉得 接下来就是整个发条要上井 然后对远雄要盯得非常非常紧 那当然这次国庆这么重要的日子 绝对不能出任何包 那至于说简体制的东西 说真的 对现在的网路世代来讲 什么简体制反体制 还不是都一样 大家看了也都差不多 而且这种机器的东西 照理来说都有内建反简体 你可以直接转换 转换过来就好 那不要再当作什么资云警察 说你怎么用这个用词 你怎么用那个用词 其实现在年轻朋友 我要跟你们讲 你们现在用很多用词 其实都是对案来的 只是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而已 所以真的不要再去搞这种无聊的事情 你现在讲的 我们军方用很多武器的来源 购买采买也是中国大陆的 那又怎么样了 那正面的消息 有国庆大典 有国庆晚会 还有国庆烟火 在云林要第一次要登场 但是台风真的是好不容易过了 的确在各地造成了不等的灾情 尤其是高雄 说真的高雄也真的是很会苦衷作乐 你看大家拿着各种门牌 各地被风吹下来的路牌 不是门牌 很大的路牌 你看风有多大 都被吹下来 然后到处在打卡 形成一个串联 结果呢 其中有网友要被罚了 为什么 因为他涉嫌站在快车到临时停车 行人在道路上面吸气 分别会处300啦 600啦 500元罚环 那当然 可是这个是 已经当时也没有车了吧 这台风天嘛 还愿意这样做 那可是不是批评政府 他也要偷笑了吧 当然呢 一定要出征一下啦 要意见不一样 有一个地方的首长是不能被检讨的 应变中心 包括了院长 是夺目的大家赞扬 陈其迈市长的表现 好到不行 我都会抬起 那像这个国民党发言人 李明璇只是贴了个文 他说呢 高雄厉害了 连续放四天假 从礼拜二开始 如果再加上六日的话 简直一整个礼拜 但今天他说已经是无风无雨了 所以他写了一句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城市 哇 立刻底下很多来出征他 骂他 说这个怎么讲 要神奇城市 因为今天需要复建 要复救 就是说风筛之后 要处理各种 你看家园的各种被吹坏的状况 甚至刚刚We Care 还发了文 就特别来攻击他 身材很暖 他说这个时候 我们不要在山口上撒盐 我们要一起来 把灾难给重建复救 哇 过去可 在韩国瑜时代 撒盐是每天没伤口 都要在伤口上割出伤口来 现在好暖 这标准会不会不一样 为什么不管放假不放假 神奇霸永远都是对 都是好的 其他的县市 讲不一样的话 稍微有点点反省或检讨 就会被出征 例如像基隆 基隆因为多处传出灾情 在雨量 预报上面 像瑞芳这些地方的雨量非常大 现在连金山都还在淹水 所以谢国良今天没有放假 继续上班上课 要大家上班上课的情况之下 脸书就被很多人围剿跟灌爆了 甚至很酸的话 说难怪要被罢免等等 这种话都出来了 谢国良解释 决策是依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料 雨量各方面的来评估 气象署还特别回应这个 他说全球对台风单一雨带的 瞬间强降与预测能力 是有限的 不一定可以准 但地方政府 你可以依照实际灾害 作为决策考量 现在这个标准 就讲简单一点 防台政治学 可不可以一致一点 不要只酸什么徐真卫 只酸谢国良 全部就要捧 这个陈其脉就对了 不可能一致 我这边有一张票 国庆晚会 国庆晚会 我们分到一张 很珍贵 现在很多民众在抢 抢不到 因为他烘麦那个时候 我有去 所以现在 江慧啊 他出来唱第一次唱歌 我还要去听 开心一下 最主要是看到 整个中华民国的意象 就你刚刚讲的 八年了 那让我们 有一点点慰藉 其实国家 是我们共同的 那你讲到这个台风 其实我们不鼓励 你站在那边 当时高雄虽然 这次风是很大的 是 你可以看到 那整个 火整中 40串的 空气 是背去那里等两三人 不是一咖而已 一片 然后鱼也大 那靠近小港这边 是很危险 那整个如果说你 人家说水火无情 你虽然看起来好像 没有什么雨或什么 但是有风的话 那个看板或是铁片 可能会被吹下 所以为什么放了台风架 都要求大家 不要外出 那个铁板 下来一割到 我跟你讲 那是逼 逼走去 把你吹点 那这样在路边 小警察这些路牌 也是危险的 那个是有潜在的 高度危险 这个不要鼓励 那李明显 他也没有错 我们本来台南 我礼拜 二回去的时候 晚上我赶 我怕礼拜三高铁不开 就早上一起来 我还特地 因为我有一个窗子 那个手把坏掉 插满 还没收力 我 胶带从里面贴外面贴 先贴起来 那小窗子 我们都会怕 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那个路径 跟民国66年 那个塞洛马一模一样 塞洛马也是那个路径 那塞洛马那一次就是台南高雄 所有的屋顶的瓦片 十面瓦被吹掉一半以上 很严重 而且死了37还是39个人 那一次 所以我前天晚上我就赶回去 那你整个对于高雄 其实我们也没有出来叮他 国民党 你看我们是 那个时候是以救灾为重 不管你县市场做的再差 或是怎么样 因为灾民都是我们的同胞 对 那有分什么颜色呢 不分的 就是说一般我们过去碰到这种状况 就是捐赎物资 捐钱 给市政府 给救灾中心 哪边还需要 都这样对不对 因为一回到他们在造神 那你造神 你卖神如果造出来 那我们赖神就会有意见 你等着看 有挑战 你等着看 本来就这样了 那结果你看今天换到基隆的时候 开始给你盯 给你吐槽 给你打赛 怎么会这样 一个台湾变成两样情 那发生在南营的县市场 就变成这样 如果今天南营的县市场 放了台湾架 那台湾过境以后 有一些灾损 隔天再放假说 这是附件架 你看看 你们会什么态度出来 攻击这个南营的县市场 好像是别人的小孩 我认为不需要这样 国民不是都一样 都是你的国民吗 你不要去造神 因为该雨量多少 该会淹就会淹 如果你平常 陆瓶灯亮水沟有通 那不该淹了就不会淹 我腿跨一点 本来就这样 那因为整个水来了 我有看高雄基督 那是有淹水的 但是有人出来批评说 陈其迈你看 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所以淹水了 因为怎么样 连大门都被风吹破了 大门吹破就是因为风力强大 有人怪陈其迈吗 没有 可是你们是利用 我们没有批判他 你就造神 然后谢国良在勘灾 你反而强加攻击在他身上 然后甚至内政部长 你还利用你在指挥中心 然后各部会应该针对基隆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酸 何必呢 这不是政治口水 这不是政治斗争 什么才是政治斗争 人民还有分蓝率在应变防灾吗 来看看光在台风天发生 这样凉起火警 都让大家觉得心酸酸 检警再看一眼是安泰医院 屏东我们大家知道 其实很缺医疗系统 这家医院还是苏清泉 当时说要回乡服务的 结果这个医院里头 收拾了很多中高龄的病患 结果发生了火警 这个火警当然很不幸 造成了现在目前是说八死 本来说九死 因为一个人比较是因为病故而死亡 但总之家属或所有的同仁都很伤心 我看到有这个医护人员背着病患 下楼梯因为停电了 没有办法走楼梯 好不容易 现在大家都希望 才是真的想要疗伤止痛 赶快来让这个伤痛过去 解决问题的时候 到底是不是因为台风天 这个电路盘有可能 陷路出现的问题 造成的火警 还有待检查 还有待厘清 那苏清泉是自己说 我们有这样在想 不知道是不是而已 就台电立刻发声明 他初步研判 跟台电设备无关 先撇清 那安泰医院所属的溃线 断电时间是8点27分 断电以后 是火警发生以后才断电 那前面你确定都没有问题吗 没有电线着火等等 因为电路不稳定一下 停电一下来电 那不会因为这样产生问题吗 他先撇清 可是当苏清泉 他是说有可能会这样 但是他出来道歉 对于家属 对于病患道歉 他还承诺 会全权负责 绝对不会谢责 他站出来这样讲 可是马上被出征 马上除了台电出来 发声明稿之外 王定宇怎么说 第一时间就发文章说 都没有提到跟男友关 那苏清泉 王浩宇 王浩宇 对不起 我常常讲王八千 讲太多了 王浩宇 怎么样 就是要赶快 要带风向吗 那其实各报 各家媒体都有写 国民长立委苏清泉 负责到底 那有八个人 欧卡当时还被说是 选举期间 曾经要他下台 叫他辞职 当时苏清泉 还特别诚心 他回乡去做这家医院 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位置 只有荣誉没有权利 当然也还有基隆长庚议员 有13楼的火警 122个人 急着疏散 跟这个 还好没有什么伤亡 这个才是真的 不要在伤口上撒言霸 可是带风向 好几个人 民进党的一个议员 也在带风向 其实这个东西 当然是一个 让我们非常痛心的事情 可是苏清泉 就是有记者去问他 他怀疑是不是跟台电 供应不稳 供电不稳 经常跳电 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 失火的状况 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揣测 可你可以看到 绿营就铺天盖地去攻击说 鉴定结果 鉴定报告没有出来 你凭什么去议测 故意把责任全部推给台电 怎样罵 可是我想请教一下 台电说初步研判 跟台电设备无关 请问一下台电也是当事人之一 他有去现场吗 他什么知道 他不是 台电又不是勘灾专家 对不对 勘灾又不是由他来勘 不是那个鉴定又不是由他来鉴定的 那请问一下台电奖为什么就可以 你告诉我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要 大概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 我也不觉得苏清泉院长 他议测一定是正确 因为鉴定报告都还没有出来 我们就应该要等鉴定报告 一切都依照科学来处理 而不是靠大家的议测猜想 可是我必须说 今天苏清泉挂的是什么 荣誉院长 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懂荣誉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是荣誉博士 代表这只是给了你一个 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 对你一个领域 并不是代表你真的在这门学问上 有什么什么特别的优点 那现在挂荣誉院长是什么 或是比如说有的党荣誉主席 这代表什么 他不太管事了 没有直接在现场管 对 现场的事物不是他在处理的 那你现在不断的去攻苏清泉 包括这个王浩宇 他硬要大家想起来 他是国民党立委 他是创办人 他是院长 这目的是干什么 还是政治操作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 当天灾就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大家辛辛苦苦在救灾的时候 为什么老是有人在想 趁着天灾去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 为什么就不能够 大家好好去救灾 大家先把眼前的祸患消弭掉再说呢 如果台湾人都是像王浩宇这种人 那老实讲台湾就真的变轨道 指挥中心部也是这样 好 电价 接下来医院跟电价有关系了 医院的电价因为这一波的 所谓的产业大调涨 不涨民生用价 涨产业 医院也会被调涨 当然现在有一些调整之后 可能医院不涨 怎么处理 但是大家被发现的时候 吓一跳 居然医院会涨 学校会涨 燕商可以不用涨 燕商好了不起 所以医界立委陈清辉就质疑了 医院电价是烟草制造商的两倍 一个是在救人命 一个可能伤害人命 伤害人家的健康 赖清德却把健康台湾要变成烟草台湾吗 这么厉害 你想想看修正涨幅 医院中大型的涨幅 原本涨幅是14个百分比 餐厅 花莲 其实饭店业 旅馆很多都已经要挂了 现在烟草制造业 如果照他原本的减半 那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那些辛辛苦苦经营的 实业的人到底情何以堪 那么现在经过调整 台电预估 就说好吧 那如果医院我们不调涨 那就要求卫福部你要买单 我不涨医院的 那你要钱拨补给我 台电真的很大 随时都要跟我们人民的口袋里 一直捞钱 你有没有在人文政策 管理有没有失当 不重要不用负责 我们随时都要这样帮他拨补 好 所以赖金德总统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 过去他在2016年的时间 2018年这几个新闻 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当时他进口 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准许日本的烟厂进驻台南 那么当时怎么样 每年关税直接减免 少收30亿 其实光这些烟商 他们做的这种公关费 每年各种费用是很高 很有钱的 可是反而关税少收它 然后或者是在2018年的时候 日商烟商篡改烟盒的日期 你把它过期了 这种产品还要给台湾人民 就像我们的蛋一样 结果呢也说没关系啦 罚一下台湾市政府 只有罚了3万块而已 那现在店价一年涨两次 还要2千亿波补哦 补贴哦 经营部长郭之辉被问到说 你一手要跟人民涨价 一手还要跟立法院拿补贴 这样合理吗 他居然说 2千亿人波补跟调整店价 两件事啦 要反映经营成本 反正都是你们的成本 人民的成本就不算成本 人民的钱就不算钱吗 大家好 我是谢耀周 拜托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YouTube 搜寻国民大会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检查一下哦 因为听说有些人 按这个订阅之后 之后还会跑掉 你检查一下 看订阅还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 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谢谢 拜托 拜托